说来有趣啊,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武松打虎的那个讲港 那下面呢,咱们先把我整理的这一堆的城池平面图过一遍 你会看到这些城池啊,有圆形的、方形的、异形的 甚至还有那种猫爪子型的 可见中国远古时期这帮人啊,很兴趣,玩得很嗨 休息成来特别随意 但实际上呢,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 城市的形状有变化的都是有原因的 平原地带呢,多用方形 到了地形比较复杂的地方,就会根据地形来调整形状 可见古人是很聪明的 以前总觉得那个渔公移山的渔公啊 是不是一个很轴的人啊 你说你干嘛费的移山对不对 你搬家不就完了吗 那现在看,其实古人一点都不轴 适应环境,尊重自然的态度是从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下面我们来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古城来聊一聊 首先呢,是山东张秋县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 这个遗址呢,在1928年的时候呢,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的 30年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第二年发掘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月食文化古城 听上去是浪漫啊 等到了89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古城的下面 又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 这个整个的遗址呢,就很多遗址它都是分层来分布的 那这个事情在当时可不得了啊,那感觉完全是一种摸金校尉发现了 亚特兰蒂斯那种感觉啊 因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座史前时期的城市遗址 人们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见过啊 所以虽然现场没有发现特别多的宝贝 但是一样让大家特别兴奋 那这个古城的城墙很清晰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古城 而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古城呢,是山东阳谷县的景阳港 这个地方呢,是在济南的西南方向 黄河的一个支流金堤河的旁边 说来有趣啊,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武松打虎的那个景阳港 现在是一个公园了 这个遗址的特点呢,在于不仅发现了城墙的痕迹 而且呢,在城墙的里面还有两个夯土台 你要注意啊,这个夯土台可不是一般的 现在并不能确定这俩夯土台到底是干嘛的 当然肯定不是用来打虎的 但是根据经验判断,这个土台很可能是当初的城中之城 刚才不说了俩圈嘛,就领导呆的那个工程 说了两个黄河流域的,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个长江流域的 这个比较牛啊,号称中国第一城 湖南省丰县城头山古城遗址 城头山遗址是位于常德的北侧,风水的北岸,丰县的西侧 现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公园的那个规划设计还是土人做的 拿了一个国际大洋,做的还是不错的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那看上去城头山古城的待遇呢 其实要比很多遗址要好 这个古城很不一般啊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古城 保存还特别完好 发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那古城的形状是很特别的 是一个圆形的 这个圆形的古城并不多啊 直径在310米到325米 周边一圈的宽度呢 达到了三五十米的一个护城河 残存的这个城墙呢 现场去看呢 高度在三五米左右 并且开有东南西北四个门 其中北门呢 现在推测应该是一个水门 和这个蒋岩岡类似的是呢 在城的中间呢 也发现了夯土的台积 估计是当初有特别重要的建筑 在这里面建造 那城头山这个古城呢 还发现了最早的人工水道 还有大量的陶器啊 窑场啊 祭祀场所 由于城头山古城的建造剧 今天大约有六千年的时间 所以呢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城头山古城的发现 对于中国文明时间的认定的意义 是很重大的 不过呢 中国史研城市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别看城头山 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有什么最早 有什么国家遗址公园 另一个古城才是今年的网红 注意是今年的 这网红的原因很简单 入选了世界文化保护遗产行列